好,來到我們《如何成為幸福有錢人》第十集 第十集很快,一個很好的紀念,在第十集這個紀念的集數 我們要說一件,我想是很多時候大家會忽略的東西 我們經常說吸引法則,是嗎?Johnny Sir 聽說針賞事成,或者很多坊間有一些課程 或者是有一些所謂的教學,就會教你怎樣可以有錢等等的東西 就講到吸引法則,而吸引法則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講到我們有根本信念,很多人為什麼會說 我吸引一些錢過來,想心想事成,但是為什麼吸不到 我明明不知為什麼吸引到巴士,吸引到小巴,吸引到的士 下去就有車,吸引到車位,但不是買到車位 但是呢,實際上呢,當你有錢進來的時候 有些朋友就會是,不知為什麼很快就會花光 存不到錢,是嗎?存不到錢 存不到錢,是很奇怪的,我有些朋友都是的 他們永遠都是,無論職位升度有多高 然後呢,存到那麼多錢,可能是自己有大病,小病,又或者是家人有狀況 或者是怎樣怎樣,又或者是生意怎樣投資失利 是會沒有了夠錢的 他永遠都去不了,他想成為有錢人的位置 但是他想要的,而他又在做很多的事情 那麼這件事就會覺得很吊詭 那麼我們內在就會,就是 經常會說的就是 因為你根本你的內在不想成為一個有錢人 或者拒絕成為一個有錢人 或者抗拒成為一個有錢人 是嗎?是 Johnny Sir,不如你跟大家說說這個 這個內在抗拒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麼,我也會教一些金錢的課程的 那麼我就一定會和學生玩一個小遊戲 就是說,你意識方面有一個想法 但是你內在潛意識有另一個想法 是相違背,互相抗拒抗的 那麼我就問大家想不想成為有錢人 當然是想,是不是? 是,想 你玩一個小遊戲好不好? 好好好 我就說,你用直覺去回應我下面的問題 是,是直覺的,不要想 想就不是的了 好好好 我就說,貓,捉什麼? 貓,捉老鼠 沒錯,捉老鼠 OK 那麼 對來講,這件事情是代表什麼? 那麥幫勞是 拜餐 拜餐,OK 或者有人說漢堡包 OK 現在可能代表姜濤 OK,OK 很多朋友去換姜濤和Anson Lo 然後又問,OK 玫瑰花是 玫瑰花是浪漫 浪漫,OK 有人說有錢,有人浪漫 OK 是呀,這個很好 我覺得是 有呀,紅色 OK 我就說,接著我說 我就說這個 有錢人是 有錢人是快樂的 是的,你覺得呢? 有錢人是 我覺得是快樂的 但是有些人呢,我會馬上想到 我很有趣的內座 會有幾百聲音的 有些就會 因為我很多 接觸很多 或者自己內座 可能也會有一個部分 有錢是 兩個英文字母來的 一個P、一個K 是的 然後 是的 所以 當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不斷做很多練習的 譬如說 男人是什麼 女人是什麼 他們好像 有些人就說是壞人 有些人騙人 是嗎? 壞人 女人不麻煩 這個我第一次聽女人麻煩 但是這個是真實的 但是 大家不是說女人是漂亮的 優雅的 看這個世界的女人是漂亮的 沒錯 是的 但是 有一部分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不一樣 所以 我的世界是漂亮的 沒錯 男人看女人就是麻煩 禁忠 合格都是說 女人 在班裏面 大家好笑 好玩 因為 OK 那些女人 說男人 男人 那些女人就說 就是 什麼街 是不是? 說他們 好了 男人或者是 我覺得男人是不說話的 哦 沉默的 是啊 很喜歡不說話 因為女人很喜歡 有溝通 是不是 但是很多時候 男人就會選擇 他們不能夠 好像女人那樣 為什麼這麼喜歡表達 哈哈 男人通常都是 你應該知道我怎麼想 太多了 那些男人是不可以 不可以說話的了 不是 我的個案是說很多的 是啊 所以其實 他們的另一半應該會 有時候會挺妒忌的 哈哈 哈哈 不是 男人只是跟你說話而已 OK 是啊 好了 給錢 這麼有錢人的時候 我們那些大部分很直率的 就是所有的 色情 我講過 男色 戰格 麻糟 丑陋 就是 控制 全部都是負面的 我見到一個男士 很肯定的 就說 不男人嗎? 有些人是 慈悲 有愛 關懷 幸福 什麼什麼 OK 講講講 講講講 一講到負面的時候 就是他很用歷史勁說的 很大聲的 很有情緒 情緒 就是你真正的想法 好一點 這個 我順手帶一點 插一點心理治療的東西 我很擅長就是 寫作治療 研究的其中一個項目 寫作治療裡面 我們經常會叫人 你不要想些什麼 你照樣寫 將你的人生史經 不斷寫出來 然後將你的感受寫出來 又沒有感受到 任何你想到的寫出來 然後 去到有情緒點 那些 真正的內在 壓抑了 或者是 隱藏著 隱藏著 那些真正的情緒 你能夠表達 就是說你終於知道 你在想什麼 你發現了什麼 所以可能 我覺得 這個 其實Johnson你教的 這個方法 都是一樣的 有同樣的一個效果 就是 原來他表面上 告訴你 他要包裝自己 覺得有錢 很慈悲 很有愛 但是實際上 他內在有很多 負面的情緒 很多批判 批判 所以 我就說 一方面 你腦袋頭腦想成為有錢人 就是 代表家人幸福 很多人有更多職位 養自己家庭 做慈善家 很有愛 很關心社會 一個良心企業 很多很正常的東西 但是 你底層裡面 就批判有錢人 那些 嘟嘟嘟嘟嘟的東西 對不對 那就是你在車裡面 一隻腳有門 那一隻腳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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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很喜歡這個 那你想怎樣呢 那你想怎樣呢 那卡在那裡 去不了的 去不了遠的 就是這樣 是的 那些女人都是這樣 欲他還形的 女人你想怎樣 都很煩 就是這個 這個原因 人家事件都是這樣 你知道嗎 你想怎樣呢 那老天爺 老天爺在那裡 神在那裡 小姐 先生 你要不要成為有錢人 你要不要 一方面就要 一方面你又這樣 不想要 不想成為我一個 嘟嘟和嘟嘟和嘟嘟 是不是 是 我給不了你的 我給不了你 所以就好像這輛車那樣 你動不了 前進不了 正在一段關係都是 你動不了 前進不了 當你只是欲他還形的時候 我又不要 我又要 這樣 坦白一點 對嗎 你要些什麼 你開聲說 真的很開心 那你真是死了一條心去 我不做錢人了 是這樣的 是混蛋了 算了 放下 這個女人我不要 這個男人我不要 有接受 是 是 兩樣都有 這也是我自己 都是由我自己來的 我要 同樣後面 我有這樣的特質 我都要接受他 那便要走前 便去吧 我反而想問 可能很多 我代聽眾朋友去問 當他發現到 他有這個 對有錢人的負面 批判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他不知道 可能他一路寫 寫 比如說 大家可以花20分鐘時間 我會建議 你寫下你對有錢人的感覺 就是 你落在真正面對自己 你正面的可能有 但是負面的那些 要處理的 當他發現到 原來我真的 我真的落在覺得有錢人 是PK來的 可能有錢人是壞人 他真的會騙人的 又或者是沒有良心的 等等 他發現了這一堆東西的時候 他如何去面對它 或者如何處理它 其實對我來說 我的學問來說 就是 當你 覺知到這個時候 嗯 覺知就是目的地 一覺察到的話 就可以了 他就會安排 最怕你覺察不到 覺察到的時候 啊!原來我是這樣的 原來我在批判著的 原來有一部分的 噢!是這樣的 噢! 噢! 然後你漸漸 雙焦點在 即是平衡一點 那有錢人還有其他什麼特質呢? 就是我的慈悲 友愛 關懷 服務社會 一男子 呈現出來 是 雙手都有一套 他們就在這 是 我們心理學呢 潛意識有句說話的 就是我經常都說 就是看見就開始改變了 是 在心理學大師考慵 有句說話就說 當潛意識沒有變成意識 它就會成為你的命運 就是說你內在隱藏著的 這些負面的感覺 感受感情 對於金錢也好 對於你那個玉序還原的 女人與男人也好 你負面的情緒 OK 當你在裡面 或者你壓抑著自己 你不停和自己說 錢是好的 有錢人是好的 但其實當你依然有那些情緒 而你沒有覺察到 它在你的潛意識上 沒有變成你的意識 即是你不把它放在你的意識上 你不知道的話 它就會自行地去運作 就成為你的命運 因為它會自動地去 去主導了你所有的行為模式 就是說你那些明明賺到錢 為什麼又要花了錢 又或者你明明投資了 為什麼總是會失利 就會成為你一種自動運作的模式 直至你知道了它 你明白了它 你接納了它 那你就反而可以開始改變 因為你會有意識地讓自己去變化 是不是可以這樣去表達 是的 真的那個變化 它自己 不是頭腦去教導自己怎麼變化 那個變化是內心自己浮出來 很自然就有產生變化 為什麼? 怎麼來的? 只不過就是 我們有一句說話就是 漢堅就是自任 漢堅就是自任 一樣道理 你首先要漢堅 漢堅就是不要搞它 不要逼它 不要逼它 為什麼要這樣 在這裡要給它壓力 不是的 漢堅 輕鬆漢堅就可以了 太多人就要去 漢堅了 漢堅了 那怎麼辦? 怎麼做? 怎麼做? 沒什麼做 漢堅 所以知道是很重要的 知道 國策 那件事就會慢慢 會交給宇宙的了 很多問題都沒有解決過 是 是嗎 很多朋友 如果學身心靈 學Marveless 正念 就會收到這些禮物 是啊 但是有些朋友 可能他又會說 其實我都已經嘗試看見過 但是我都還未能夠 可能好好的去 成為一個很有錢 或者是 在他眼中的一個有錢的人 這樣子 又想可能再知道多些 譬如說 有沒有什麼的信念 理念 可以是幫自己去建構 或者是有一些的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可能 你可能會想到的 可以給大家一些提示 我身邊很多 就是 我看到不少有錢的人 有過錢的人 然後很快倒下來 很快倒下來 很快倒下來 就是他們那些傲慢 或者他們那些貪婪 我們經常說有個名詞叫做 見好就收 對嗎 對 或者急流勇退 對嗎 對 是 是 野心太過龐大 我看到很多 真的 何況現在疫情之下 大家知道 越大的公司 就越有 越賭得越快 沒錯 沒錯 因為他們想佔領所有版圖 叫做No.1 他已經不是要做有錢人 他已經到了 但是他們繼續賺錢 不是因為其他的權力 榮譽 一些比較 不想輸下去 這些東西 他都差不多 是 所以在一個貪親親裡面 迷失 是嗎 是啊 最初他們 所以很多人是可以共苦難的 是 不可以共富貴的 真的 一去到大家又比較了 我身邊朋友 比較 角力 鬥爭也出現了 兄弟 姐妹 拍檔 這樣就散了 你讓我想起一句話 就說 你想知道一個男人 不是一個女人有多愛你 當一個男人失去所有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女人有多愛你了 OK 是嗎 是啊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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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 不需要 多謝 請回 好嗎 你當你想要知道一個男人有多愛一個女人 就是當一個男人擁有所有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男人有多愛這個女人 嗯 嗯 就是當他擁有所有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 嗯 有很多的 引誘 等等的東西 所以其實人都是 我想不只是男人 擁有所有 一個女人擁有所有的時候 其實他都可以有很多的引誘 就是人性來的 就是我想說的 就是以一個可能關係來做一個引誘 就是說人性本來就是 當你失去所有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好像人的最美的特質 會出來 但是當你擁有很多的時候 人的很多內在的魔鬼 或者內在的慾望 或者在過程裡面都會浮出來 是啊 真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 就是 我很開心 曾經有機緣去上課 去學習 是啊 慾望很多的 是啊 是啊 就是 而遍地獅子的遊行 你要留意到他 止慾 遍地獅子 是啊 五夜遊行 不知道 不明白 什麼遍地獅子 就是我講的 就是說 晚上的時候呢 外面的外野就是遍地獅子 五夜遊行 是 是 是 他在這裏 小心 參爭自己一樣 他在這裏 是 越成功的人 越多的參爭自己 是 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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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我們 現在幫助大家 去建立成為有錢人的過程裏面 你會見到 我們都會幫大家 打很多個底在這裏 所謂的打底就是 我們 知不知道自己 不能夠成為有錢人的時候 內在有什麼拒絕的特質 但是同時之間 有什麼的特質 會令到你一敗逃避 或者由高處到下 而這些東西 才是人生最大的困難 成為有錢人不是一個大困難 甚至乎面對著貧困也不是一個大的困難 甚至乎面對著貧困也不是一個大的困難 你由天堂跌落地獄才是人生的大的困難 你由天堂跌落地獄才是人生的大的困難 我看得到很多 可能你的世界也看得到很多 所以 是啊 是啊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背後的一個很重要的信念 所以大家在內心深處都是要 你對於錢的那種感覺 除了那些批判之外 究竟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自己知道那個時間 比如剛才說到時間 落在有多少時間 有沒有辦法可以測試得到 又或者有沒有辦法可以是 有沒有什麼的提示給大家 可以是有個警覺 因為你去到這麼高的時候 又或者在一個過程裡面的時候 其實你會 你不為意自己真的很貪的 是不是 那我就會 留意自己對人事物的批判 嗯 例如 當我覺得 當我 尤其是發生了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貪婪呢 停停 當我一說貪婪的時候 我先去看看自己 那我有沒有這部分 最近我什麼時候 我有沒有貪婪呢 是 為什麼我這麼去攻擊 我的貪婪的人呢 是 我能量我去攻擊 我的貪婪的人 問自己 那我有沒有貪婪呢 OK 就是反公自問問自己 是啊 當我去批判別人的時候 是吧 就可能會呈現到 我內在的一些 頭射都不一定 是啊 當我講 那些人這麼小器的 停停先 那Johnny Sir 你有沒有小器呢 是 那我又收回多一點 攻擊 或者只要人家小器 我那部分 就是頭射那部分 當我越去 說人家什麼時候 我不斷會 先去看 停停先 吸氣 很難面對的 是啊 你小器明明 他不誠實 對不對 是啊 是啊 OK 好 那就借鏡了我自己的頭射 去修正自己 內在不成形的行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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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多點去留言的時候 發覺自己 多輕鬆啊 看人家都挺好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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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到人多些美麗的特質 是啊 是啊 其實是專注 專注 這個我很同意 是我很同意 因為譬如說 譬如說很多的個案 抑鬱啊 焦慮啊 恐懼啊 等等等等 不同的個案 或者生命很多苦難那些 其實都是難免對於 尤其是對別人的指責都是比較多 嗯 嗯 比較少見到別人很美麗的地方 譬如說 我們做這行最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 我一定要在一個很辛苦的人身上 看到他很美麗的東西嘛 是不是 每個人都會有的 這個是訓練出來的 我們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的世界會容易過一些的 因為看到美麗的比較多 譬如我認識的很多的 我經常都說 我跟不丹很熟 是吧 一些喇嘛 那些朋友也是 他們很容易就可以說到 因為他們很小 但是呢 訓練就是講好東西 是 就是當你跟他說一些不好的東西的時候 基本上他會覺得很容易 很不舒服的 所以這些都是他們很簡單的快樂裡面 內在一個本質的質素來的 所以他們覺得自己很豐盛 但是他 我認識那些朋友 我太久了 他們喇嘛哪有錢的 都跑去搬了錢 當然這個因為他們 政府會養 也真的不需要很多的擔心 但是他們內在那種的 知足與豐盛 我相信跟有錢人是另一個世界 但是這一種的 我覺得人的質素 其實是很呈現得到 當我們看到很多美麗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裡面自己自身那種圓滿的感覺 無論你在什麼狀態下面 其實你都會覺得很幸福 很豐足很快樂 這是最後可能送給大家的一些小貼士 好嗎? 最後Johnny先生有沒有要補充 嗯 差不多了 閃了一些東西 下次再說 留下集說吧 好嗎? 好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歡迎大家去讚好我們的節目 還有可以按一下我們的小鈴鐺 去訂閱的項目 我們下集再見 鏡子 你好 謝謝 OK 謝謝